中所兩國正式建立大使及外交關係 中所關系我想用三個詞來形容 就是起步穩開局勢發展快 我呢是作為首任中國駐索羅門全島大使 前不久迪索履新 抵達的時候也受到了索羅門全島政府和人民的熱烈歡迎 前不久中國駐索使館舉行了開展儀式 我和市長的同事們將權力以赴 同索羅門全島政府和人民一道 加強政治不信深化不理合作 推動兩個關係行為制約 索羅門全島雖然自然自然公布 但是它的發展還是遠遠沒有 成功地發揮出自己的潛力 也就是說呢它需要將自己的資源的優勢 轉化為一個發展的優勢 一旦一路將同可以適合索羅門發展的方向 更是在進出的建設方面 索羅門全島將於2023年 舉辦太平洋運動會 也對於索羅門全島來說 是一件盛事 也是展現索羅門全島國家形象一個重要的奇蹟 那麼中國政府呢 將同索羅門全島政府一道共同推進 這次運動會的主要集團的建設 這也將為索羅門全島的民生改善 促進就業帶來重要的機遇 將同索羅門全島方面 一道密切配合共同努力 推動這個項目順利的進行 中所兩國之間建交 是建立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 一個中國原則呢 是國際社會的 連共識 也是國際關係的主則 中所建立外交關係 是 這是一個政治基礎和重要的前提 中國同索羅門全島國的關係啊 是建立在平常和相互尊重基礎上 目前呢 也正處於歷史的最好時期 特別是中國啊 今年 二七度的經濟增長 恢復到了3.2% 中國呢 現在成為全世界第一個 恢復政策的主要經濟器 我想這充分體現了中國經濟發展 強大的 韌性和活力 將為全世界經濟發展 中心的動力 將中心的堅強細心 這將為太平洋島的發展 進行重要的機遇 中國人像是等國為 我好朋友 我好兄弟 我好夥伴 我相信在新時期 中國同台灣島的關係 將為國安全體現了 更加發展 我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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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兄弟